大家早上好,今天是3月11号 美东纽约时间现在是8点45分 又到由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着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内容 公开课内容 那首先还是前面15分钟 老样子我们先带大家直达实战的交易前沿 讲一讲美股早班车的内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多时间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 尤其是一些个股期权相关的实战操作系列策略相关的内容 简单的名声明 如果说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这是本次的班车进化 以及用到的工具平台如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当下这个市场 那几个关键的点位 我们已经给出了标普500 目前是比较权衡的一个美股大盘的一个指数 包含了科技 也包含了价值 传统各类型的板块 都包含在内 所以标普500 我们更觉得可以涵盖目前美股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情况 包含这样美股的一个整体情况 我们看美股目前是整体较强 在健康的回调过程当中 有反复的拉扯 这个拉扯有一个套路 这个套路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就是很喜欢在一周的前半段 是这个拉伸 拉伸 然后后半段是下杀 我们看这个套路已经是循环了 有了三次了 有了三次了 如果包含在前面的话 最初的时候的话 可能这个套路已经1,2,3,4 已经形成了有四个高点 形成了四个高点 这个四个高点 加上最高的这个高点 形成一条下降趋势线 目前我们似乎是要走出这个下降趋势线 从一个扩张的震荡形态 下降趋势慢慢现在走出来了 那我们看从低位反弹上来 已经是200点了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的反弹 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那我就最近如果说有抄底的同学 有跟着我们中长期有抄底的同学 或是有抄底个别股票的同学 那我就这里可以见好就收 那这短期的涨幅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了 非常大的了 那像这么大的涨幅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并不是说现在是在熊市 我个人觉得往往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或是熊市当中 最容易看到像这么大的涨幅 那当然短期的涨幅过大 我就需要时间消化 这是一个当然也不排除 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生逼的反转 我们看到在21年的1月底 当时也有一个生逼的反转直接上去 那当时的市场跟现在市场可能不太一样 当时可能市场有疫苗的经济开放的预期了 经济 然后刚开始复苏的这样的预期了 包括还有刺激法案等等 纾困法案这样的预期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市场可能起来的特别快 对吧 跌下去也快 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先是来了一个下马威 对吧 然后呢又上去了 马上又上去了 新冠上任三马火 又上去了 然后呢 现在又下来了 那现在这个预期 市场的预期可能已经是有一定的不同了 对吧 那市场现在对经济的预期 对通胀的预期 我们看到已经是price in了不少 包括现在这个1.9万亿的刺激法案 也已经通过了 那相信这个已经是已知的一个信息了 对吧 已知的一个信息了 那虽然说美股今天是高开 但我觉得关键的一个高点 我们换到期货指数 关键的一个刀点 在3930 3940这个位置 现在目前是标普摆期货指数 我们看这个位置暂时还未能过去 对吧 暂时还未能过去 除非我们站上这个位置 甚至日内的突破向上 然后能够维持在上面的话 哪怕说维持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这边市场可能回调 大概率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的任何的回踩 可能都是很健康的上车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关键的位置 我希望说看到有更多的买家愿意在这个点位之上 进行买卖 而不是说 这里完全上不去 对吧 有更多的卖盘卖压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打下来 然后呢 这里的话可能我就觉得暂时过不去的话 市场可能就会更不加更加的不稳定 对吧 可能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面 但如果说能站上去的话 那这里其实说明了市场已经开始 从原来的这个反弹到现在不断的转强 有了更多确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那这个关键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觉得3900 3920到3940 那这个位置成为了我心中一个 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 而且这里我觉得是有比较大的阻力的 对吧 我们看之前几次都过不去 所以我并不期待一下子能过去 我并不期待一下子能过去 尤其是我们从低位反弹了这么多 跑了这么远的情况下 一下子再过去的话 我觉得市场目前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位置大家要小心 对吧 见好就收 当然如果说回踩下来的话 能不能踩住 也有助于下一波能不能跳的更高 那我们看回踩的话 3900现在变成了支撑 对吧到3880 到3860到50 下面现在支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那我就任何的回踩 个别股票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上车的 个别股票是可以上车的 那当然这个是要趋喷 有区分的对待 对吧 有区分的对待 那我们看到成长类型的 还是依然在拖累的市场 整体来说成长类型的股票 尤其是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大科技股 依然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那像这样的下降趋势 我觉得可能需要时间慢慢去修复 需要时间慢慢去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目前成长类型的板块 我们看这个下降趋势 依然是很明确很明显的 而且没有几个目前是有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的 我们看到有个别可能开始低点在不断抬高 那更多局限于是在五分钟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的短时间级别的低点在不断抬高 或者还在做一个圆弧抵押双抵押 或多重抵押 甚至还有一些可能底部还没形成的 对吧 还没有稳步的这个走出来的 像这个台积电对吧 原来很强的 最近也开始显得比较弱的 所以我觉得个别股票我们要区分对待 尤其是称科技成长类型的股票 我觉得可能麻烦会比较大 包括风险敞口也可能会相对来说大一点点 那讲到风险敞口的话像VXN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日线图来看VXN 还是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 所以我觉得科技股仍然还是不稳定的 还是有比较大的潜在的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这里面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 另外我们看QQQ昨天也是高走 然后被砸下来尾盘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科技股依然还是不太稳的 尤其是在反弹那么多 当然beta值比较高 跌多了也会有暴力的反弹 但暴力反弹之后 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麻烦呢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这个下降趋势下降通道还是在的 包括半导体 我们看到也是显得更弱一些 昨天的涨幅直接在尾盘全部吞噬掉了 然后包括这个生化制药类的XBI 显得稍微强一点点 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一下生化制药板块 因为明显生化制药板块在这一轮下跌过程当中 是没有任何反弹的 几乎没有什么反弹 现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显得较强 是否它已经回调到位了 然后是否它已经慢慢的准备走出这个下降趋势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优先关注的成长类型的板块 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 值得关注的 其他的像大科技综合的这种科技成长类型的板块 我觉得目前还是在一个下降趋势当中的 唯一比较强的我们可以看到是生化制药板块 稍微的有点这么样的一个意思 守住了昨天的涨幅 对吧也是收在了昨天的收盘点位的上延的位置 然后这边下降趋势似乎也想走出来的这样的意思 似乎也想走出来下降趋势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科技成长类型板块里面也有相对较强的 但整体来说还是偏弱的 因为我们看道指的话 没毛病 道指昨天又是一个新的高点 同时我们看中小盘 这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IWM 对吧 最传统类型的股票 或是美国本土的公司 罗素2000更多有点像这个中国的创业版对吧 更多是美国本土的一些公司 那这边 我觉得还是显得相对有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另外我们看到 传统的经济 这个交通物流指数 对吧 这个是 Transport Intex Transport Intex 赵琼斯的交通指数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显得相对较强 对吧 来到了这个近期的高点 而且低点是在不断抬高的 这边其实也都说明了经济的预期很强劲 对吧 经济的预期很强劲 然后我们看看美元 对吧 美元最近也是有所缓和 包括最近国债债券卖的不错 对吧 然后国债的利率也下来了 然后国债这边也是双底的反弹 形成了一个更低更高的一个低点 对吧 然后这边可能有一个潜在的高低点的反弹 甚至可能期待能不能走向更高的一个高点 或者是测试一下 2月26号的高点 那这边国债利率的下跌 国债的反弹 国债利率的下跌 这其实对大盘来说都是一个缓和 因为借贷成本并没有说像之前那样子增高的 这么的快 这么的猛 更多现在开始走平稳了 甚至有点充高回落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市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只要这个借贷成本或是国债利率 因为很多借贷成本是参考国债利率的 对吧 如果国债利率没有飙飙高飙升的这么快 这么猛的话 对市场来说 对经济的复苏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那可能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缓和 让市场去消化这样的一个不断走高的一个 潜在的利率的一个前景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市场其实是一个良好健康的一个过程 只要国债国债利率不出现暴涨暴跌 那我觉得市场这边可能就不会受到太多债券方面的影响 对吧 或是利率方面的一些影响 更多还是走他自己原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美元的冲高回落 包括国债债券的这方面的缓和 也是给各大资产价格来起到一定的利好的积极的作用 我们看黄金这边也是底部反弹 当然黄金依然还是在一个很大的下降趋势当中 白银这边显得相对较强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也是我们在本周有重点关注的 第三期前两天讲的这个翻倍期权 异动里面讲到的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 就是白银XLV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XLV 可以做个长远的波段的call 也是这两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而且也是回到了1月份的低点附近 甚至这个地点是在不断抬高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白银的趋势是很不错的 高位做了一个大的圆弧 低点在不断抬高 这个显得有点像是一个come and handle 最终能不能往更高的位置走 甚至能不能突破到前高甚至到原来更高的位置 对吧 我们看到黄金其实已经去到过了前高 历史的前高对吧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黄金现在是有点弱的 但也是在高位在做一个大的圆弧 所以从长远来看黄金 我觉得可能也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但目前来说白银可能需要更多的catching up 白银可能需要更多的补涨的机会 但前提的话也是黄金并不要拖累 整个白银或者是贵金属 对吧 我觉得黄金这边如果稳定下来的话 继续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白银可能会有机会更多的去追赶黄金 我觉得这个黄金白银对吧 可能也有些交易机会在这里面 目前我们看到白银之前涨的时候是很凶 涨出了一个高点 然后一直都没有过去了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大的圆弧 最终能不能补上黄金之前的涨幅 或者说回到白银更高的位置或者说前高的位置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期待的 值得期待目前从形态上来看 图形形态上来看白银是向好的 而且这边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资金流 期权异动方面的一些现象 所以个别品种我觉得白银也可以关注 天然气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 天然气息目前开始慢慢走稳了 也是大众商品当中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熟知的一个 也有很好的标的物像ung 很好的天然气的ETF 这也是可以考虑做更远的波段的期权的 那当然可能这个跟原油对吧 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看原油价格起来了 我相信天然气的价格也不会太差 当然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完全的东西 但都属于是能源类的 根据需求还有通胀的原因的话 也都会有价格上的带动 而且从形态上来看天然气还在低位 这边是慢慢的从圆弧走出来 似乎也在做一个杯柄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对吧 也在做这样的一个cop and handle的这样一个形态 最终可能会不会也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当然可能需要更长远的布局了 未来一到两个月 甚至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期权的布局 这可能是可以做一些long call 对吧 可以做一些long call的一些个别的品种 那大盘的话短期继续震荡 关键的点位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观察 对吧 一定要观察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VVIX 我们看最近VVIX 开始在低点又开始出现反弹了 这其实也说明了市场 开始又有一些新的一轮的波动风险 在累积叠加了 包括VIX 标普500的恐慌指数 还有包括刚刚我讲的这个VXN科技指数的波动指数 恐慌指数 这边其实都告诉我们现在目前市场有一定的波动的风险 大家要小心 对吧 大家要小心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去观察关注的一些东西 当然个别股票我们可以看到依然非常的活跃 依然非常的活跃 这边盘前有不少的一些高飞股 中小盘 现在也是不缺乏热热钱去炒作的 当然也有不少这些股票最近炒作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被什么砸下来 那包括这边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GME 比较有代表性的GME 昨天是冲到了300多对吧 我觉得GME这个股票轻易不要去做空 对吧 轻易不要去做空 除非说你是日内的或是超级短线对吧 超级短线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股价是 冲到300多逼空 然后被砸下来瞬间的几个跌停 几个停盘跌停直接被砸到了190 180 那这个瞬间没掉了一半 可想而知这个是多么凶狠的一只股票 然后瞬间又暴力反弹 对吧 瞬间又暴力反弹 我觉得像日内这种跌停 短线来说是可以去接这个飞刀的 但是是超短线真的是超短线接完之后就跑的那种对吧 接完之后马上就准备跑的那种啊 然后可能等下一轮的飞刀 再看看什么样的机会 我觉得第一第一轮的大跌啊 这种是可以去接飞刀的对吧 因为空头大量的被套在里面了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逼空 当然了瞬间的大跌也给了空头逃生的机会啊 同时也杀掉了不少在高位进场追高的人 对吧 或者说这边有打止损的人对吧 也可能被打掉了对吧 有射止损跟踪指引止损的人也可能被打掉了 那短期这边无论是空头也好还是多头也好 都有一个合力要往上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轮的话是可以去做一个飞刀的对吧 接一个飞刀的 这我就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一些走势啊 我们看之前当时 当然这可能15分钟图可能会更明确一些了 我们看当时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拉到 在很早的时候啊 应该是在一个月多月前了啊 当时也是日内我们看经常出现这种大跌大涨的对吧 尤其是拉到高位的时候在700块钱的时候对吧 有大涨当然也伴随着大跌大跌之后也伴随着大涨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极端的行情的话 会物极必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只要你不是买在最高对吧 或者是卖在最低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对吧 在中间的话 仓位控制或者说点位上的选择 实际上的选择可能更为重要一点对这个股票啊 那这个可能更多是短线的一个操作了 你问我GME值不值这个价钱 我觉得不值啊 我觉得不值 但是我觉得市场现在目前的机制啊 导致它有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当然是短期来说非常不稳定 或者说非常不合理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同时也代表着市场目前啊 有大量的空头被套 对吧 任何的回调空头都是跑命的机会 然后呢 空头逼空啊 或者说多头的这个反攻直接把空头给逼惨了 对吧 或者是把空头又被 又被从低位又把它活生生的逼空拉上来了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张力非常的强 对吧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大量的逼空的股票 也说明市场也不缺乏这样的一个逼空的动能 但可能也走到了一个尾巴了啊 可能也走到了尾巴了啊 那如果说GME继续强势的话 我觉得对大盘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像我之前说的GME或GME类型的股票 如果他们走强的话 其实意味着说大盘接下来可能会有些麻烦 因为很多对冲基金很多大的机构有做空这类型的股票的 他们需要卖出所中的仓位来补 补补这个GME的这边margin call或是亏空 所以呢 可能无形当中会造成一些短期的一些卖盘跟卖压出现了 所以这个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对吧 最近美股是非常强的一个张力 当然说尾盘昨天是下杀下来 今天又似乎又高开回去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我们看最终能不能守住啊 能不能守住这个关键的主力位置 我觉得可能一时半会难过去对吧 一时半会难过去 尤其是在周四周五 这两个日子 可能这边不排除对吧 还会有一个下杀 当然这个下杀 我觉得力度来看可能不会太大了啊 可能不会太大了 回调可能已经结束了啊 如果说有中期抄底的 可以做见好就收 也可以拿着部分的仓位啊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后续的这个再往上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吧 那任何的回踩 我觉得这边大家还是要找一些个股机会介入的对吧 那目前我们看看大家在这边关于个股的一些问题 这边有同学已经开始提问了啊 大家把问答 这个问题放在问答这里啊 Rocky Martin 这个是比较老牌的军工了啊 没什么太大的动能 但是有价值也不排除可能价值回归 会往更高的位置走 我觉得这个可以布局做一些 呃 Long Call的一些行为啊 当然你要做Cover Call的话 可能不太好 对吧 可能不太好 如果说你有股票想做Cover Call的话 可能不太好 我觉得它可能一旦启动的话 会很猛啊 因为这些股票的话 一旦有趋势开启的话 会走的比较的稳一些啊 其实可以参考波音 可以参考波音 波音也是盘整了一大段时间 但一旦启动起来是很凶的 对吧 一旦启动起来是很凶的 所以我觉得Rocky Martin 也是类似于像这样的股票 对吧 老不死的家伙 对吧 但是现在目前是有估值上的一些空间了啊 那如果说这边形态慢慢走平走稳 想要往上攻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做一些简单的 Long Call的行为啊 不需要做太多复杂的一些操作 像这个什么Vertical Call啊 什么Cover Call Diagon 我觉得暂时不需要去做这些东西吧 直接就可以选择 直接Long Call就可以了啊 直接Long Call就可以了 看看这边有比较好的策略的话 我们选择一个月以后的吧 这边 然后呢 现在是341 那你预期的话 它能不能到350 甚至到360 那你可以选择以现在价附近的 或者说你可以选择稍微价外一点点的350 全力金可能稍微便宜一点点 我看这边350全力金 也有便宜一点点 360 350吧 稍微价外一点点 然后355 360也可以啊 全力金稍微便宜一点点啊 那如果说一旦这边开始启动的话啊 我觉得军工类的你这边是有比较多的价值的 对吧 也是可能会有上行到这边355 360 甚至往370 380去走的可能性啊 Rawful Martin 这边我们看到是越来越走稳了 对吧 我觉得这边可能应该是随时准备 要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向上了啊 所以要留意一下对吧 要留意一下啊 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些短tray 对吧 可以做一些短线的一些tray 期待它是向上突破的啊 价值的回归 价值的回归 另外JP Morgan 这些其实至高位也没什么太大动静 如果之前有布局的 那我觉得很好 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必要去追对吧 而且甚至你现在要去买远期的JP Morgan的Coin 那太太太高了 太高了啊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 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对吧 如果说 你有看我们年初的做的公开课的话啊 1月效应当时我推荐的几个银行 就是其中有JP Morgan 花旗银行还有Wolfsburg 这三只银行 当时都在低位对吧 当时财报季 也给了很好的上车的机会啊 Nike 这也是在高位 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选择更好的对象啊 然后特斯拉最近是比较暴力的向下向上啊 来回的拉扯 当然呢 我是没有去做空了啊 个人可能更多是抄底为主 对吧 目前也抄底抄的不错的位置 也做了几轮了 对吧 也做了几轮了 无论是期权也好 股票也好 当然股票我觉得更好操作一些更稳定一些 期权的话可能要看个人了 对吧 可能需要一定的能力精力 甚至说各方面的综合实力 对吧 这个毕竟还是比较节奏比较快的一个股票啊 对吧 那我觉得这边如果说大家要做期权的话 局限于在短线 如果说你要做更长远的打算的话 可以像我昨天说的做一些 diagonal call diagonal call 就是也是bullish的形态 也是bullish的这种策略 但是呢 不好意思 不是形态 bullish的策略 call diagonal 就是买远期的 执行价附近的这种call 然后同时呢 你可以卖近期的对吧3月12号不断的卖每周到期的这个可能暂时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stry price或是过不去的stry price的call对吧 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在支付对吧150这里是一乘以100的话是10500对吧10500的本金啊然后呢你可以不断的收回每周可能收回700块钱收回800块钱对吧 卖call有点像covercall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啊只是你把这个股票的部分换成了对吧long的远期的call 其实类似啊其实类似 像特斯拉如果说你要做远期的话可以考虑这么去做对吧当然短期的话我觉得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任何的暴力的反弹我觉得都可以落袋为安 都可以落袋为安 因为最近时间这个行情啊来回拉扯的是非常快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很难持续在某一个点位对吧包括我们看到大盘标普500 基本上每天都在动对吧没有说每天或者说一周停留在同个位置不动的 基本上每天都在上下其落的动吧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很多滚动波动的机会对吧滚动波动的机会 道指根不好意思道指根 呃纳斯达克会背离对现在一直在背离啊现在一直在背离这个背离会不会持续很久 我觉得最终还是需要科技成长类的股票带动市场往更高的位置走啊我觉得这个背离其实很正常的啊 因为纳斯达克涨太多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纳斯达克回落一下是很正常的啊 但是纳斯达克的回落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领导者也就是道指没有上上的话那市场可能会更惨啊 那现在反而是有道指有领导者道指挺身而出 这边反而说明了市场其实是强势的资金在不断流入的只是在什么或者资金不愿意流出对吧 更多是在板块之间的轮转就这反而说明市场是一个强势的一个情况啊 那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最不希望看到是道指没涨或者说没有挺身而出科技股指一直往下 那这个市场可能会更难看标普吧可能也不会反弹的这么凶啊可能市场会有更深远的更大的回调在后面对吧 那这个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有好有坏的解读吧有好有坏的解读 同时我们看到高位的板块轮转分化其实也说明了一个现象说明市场现在资金不够了 无论是央行怎么印钱然后包括这个呃这个这个政府怎么样的刺激对吧 直接砸1.9万亿10%的GDP进来但是依然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在高位缺乏资金也就是说传统价值跟科技股不能同时涨 对吧必须要有一个跌一个涨啊才能上去对吧说明现在资金已经不够了啊 当然这个可能我觉得有更深远的影响对吧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就市场如果说现在两个科技跟传统要同时涨的话明显感觉是动能不够或者说简单来说就是资金不够了对吧拉不动了啊也不想拉了啊可能到了一个高位了啊所以这里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啊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市场可能 还会有一个短的高点啊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股这边继续暴力的反弹 然后呢可能 标普500对吧可能还会再冲向4000然后最终可能会有个更大的回桥在后面等着我当然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啊那这个背离的这个是否会持续我觉得是难以持续的 最终还是会给一个了断最终还是会给个了断的啊不可能一直科技股往下跌然后道指一直往上涨如果科技股一直往下跌的话 最终道指也会往下 走下来 最终的话可能会来来会会的交合对吧 你上我下然后呢最终可能会一起上来一点点最终合在一起大概可能是这样子然后最终选这个方向向上还是向下对吧 我觉得最终很有可能会向下啊 当然这个是从更长远的角度去说了啊 目前市场是没有这种要崩盘啊 或者说大跌的这种这种可能性暂时没看到或者信号没看到苹果是相对较弱的 苹果要买吗苹果要买其相当于说你直接买这个 买这个 买这个叫什么买这个 大盘了对吧直接相当于说买QQQ了 酷怕 你是说这个吗 酷怕稍负这个估值也比较高啊 你是说这只股票吧 我帮你打错啊 我就姑且当您是说这只股票了 还是这个 这个吧 股票要是这个没有数据啊 这个是新上市的IPO吗 是要新上市的IPO吗 Oracle甲骨文 建议入场吗 No 高位太高了啊 巨益合股为什么大跌那很正常啊 那提前这个预期已经被price in了或者说 已经是 涨得过多了对吧 或者这个消息被price in 或者消息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解读啊 完全看市场的反应了对吧 完全看市场的反应了 甲骨文这边我觉得高位涨太多 而且跌的不够多啊 如果能深跌一点的话 我觉得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对吧 因为达最近我觉得也是显得较弱一点 可以布局吗 不可以啊 不可以布局 我觉得唯一可以抄底的半导体就是ATOM 这个也是我之前说过的 当然 抄底之后可能也要见好就收啊 NNDM 怎么这么多同学喜欢问这只股票啊 这只股票我觉得 估值啊各方面我是看不太懂啊 包括open 也是看不太懂啊 还有ARK的操作有必要追随吗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啊 参考一下他们的选股就可以了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一直要 跟着他们的这个操作对吧 你跟着他屁股后面有可以赚钱吗 我觉得有点难啊 大家都跟在一个人的屁股后面很难赚钱的 对吧 你要跑赢这个人啊 你要跑到他前面啊 当然他的选股思路是可以参考的啊 做糖尿病仪器的 我觉得这只股票也是 没什么价值 不值得去抄底不值得去抄底 我卖了70到75的pervertical spread 现在股价在80 我看你卖的是 pervertical spread OK股价在80的那不错 请问在expiration day的时候是直接扣除500块钱还是先 7500买入然后在7500卖出 我觉得是最终会 给你500块钱对吧 无论是先买入 还是先卖出最终都是抵消掉了 最终都是抵消掉了 你卖了70到75的pun那你这个应该是赚钱的啊 啊 我们现在 找一个找一个75块钱的股票的一个 就苹果吧 啊 你这应该是赚钱的啊 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平台啊 那如果说你用first trade的话呢 option play AAPL没错 APL 好APL啊 那你这边是卖扣的话啊 卖一个 你是我看你是 bullish的 short put vertical对吧 应该没错吧 这边是70 然后75啊 那其实你这边最大的 回报已经是定死了的 对吧你最大回报已经是定死的 最大回报就是500块钱吧 对 对最大回报就是500块钱嘛 不对 应该来这里啊 对吧 这道回报应该就是 我看你是70 成本 苹果7对这个 现在这个成本是不对的了 啊 这个你最大的成本最大回报就是5块钱 如果你现在卖的话就是5块钱 对吧 然后你希望股价是维持在 这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我觉得啊 这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我可能换一个你是哪一个股票 告诉我你具体的股票吧 一会好不好 说错了 你说错了 我给我看 看你下面这个你是卖了70到75 Vertical support 现在股价在80 请问是在expression data是直接扣出500 还是先 7500然后再卖出 我觉得是直接就抵消掉了 我觉得就直接抵消掉了 因为这个系统他会有一个操作的啊 因为你现在是 股价 是在你是put 对吧你股价是80 然后你现在是70 75的stripe 那这两个可能涉及到会行权 对吧最终会抵消掉 对吧抵消掉的话呢 就剩下500 也就是你的stripe price的差价 7075 然后呢就是5块钱 然后就500块钱 对吧 最终这500块钱是你的 就是你落袋的 对吧 你落袋的 你sell put吧 对吧 你是卖吧 对吧 卖的话就是你落袋500块钱 昨天 Covercore 选择定价交易 选择了 出价0.34 或要价0.35 都无法下单成功 最终选择试价 结果0.36成交是什么原因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这个可能你要问一下 Flystrate的工作人员 碰到过几次 选择定价都无法下单成功 那您需要去 去把这个情况截图一下 然后呢发这个邮件给Flystrate工作人员 看看是否是账号上的一些限制啊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还是说你订单下订单的时候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 SSD 可以买吗 这个是什么 Simpson Manufacturing Company 看像是一个传统价值的工业类型的股票啊 不太熟续 Lazyboy 这个是 也是这种家私 也是属于比较偏传统消费类的了 这些都是可能比较喜欢的 比较好的传统价值股票啊 也这个也是做这个家具的 Hovit Hovit Furniture 这些我觉得都在高位啊 如果有仓位可以持有 如果你现在要买的话 我觉得就算了 居易大跌 居易盘前好像是 我看 昨天是跌了啊 盘前有继续跌吗 我看一下啊 居易现在目前是12块7毛4盘前 这个跌我们看也不是跌太多啊 从高位下来14块钱跌现在下来也就10% 居易如果跌30%我愿意去抄底 对吧 或者20%我也会去抄底啊 请问白银价格跟美元成付相关 是的 美元现在已经在很低了 未来不排除货币宽松提早结束的话 目前来看货币宽松提早结束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美元看来大概率还是走强的趋势 我觉得美元 可能目前告一段落了啊 下跌可能告一段落了 但现在目前是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当然最终可能美元还是会往更低的位置走啊 我觉得白银会走出他独立的行情 因为白银它是有工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里面的啊 他不仅仅是像 黄金对吧 可能更多是跟 国债利率啊跟美元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白银的话他有很大的工业属性 包括什么航天航空啊军工类的 很多高新科技啊其实可以用到白银啊 所以白银他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业属性 包括经济复苏啊 还有说通胀的预期啊 白银可能也会慢慢的走起来 当然了 这可能也不需要也需要说黄金的配合 对吧也需要美元的配合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想买波音的 想买波音来sell cover call 是很好的策略 如果说选择的话 最好还是weekly 最好还是weekly 我个人如果说 卖call的话 我建议可能 卖call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啊 这个短期的call weekly的call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说你做cover call的话啊 GE回调还是不够多的 请问最近买一个苹果的put 3月19号到期 想把它改成cover call 但系统显示无法下单股票不足 是的 因为cover call 你需要100块钱的股票啊 需要100块钱的股票啊 苹果也是比较适合做cover call的一个对象 尤其是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对吧 cover call是不错的 当你做cover call的话 必须还是需要有 股票啊 必须还是需要有股票 要不就不是cover call atni这个看上去不太熟悉 但这个圆弧底还是蛮漂亮的吧 形态看上去还是不错 这公司我不太了解啊 但我只能告诉你形态还是可以的 具体你要从基本面 跟这个技术图形结合去分析了 我不太熟悉阿里巴巴 感觉一般般啊 Zax的评级强烈卖出 Zax评级可以不用看了啊 可以不用看 现在是解套的时候吗 解套什么意思你是 之前买了被套了还是怎么样 那你之前买了被套你现在要解套说明你可能 买的还是比较低的是吧 还是比较高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 如果说我如果说你去阿里巴巴我建议把它换成别的可能更更加有意思的或者是更加强势的股票啊 阿里巴巴明显 我觉得可能需要时间吧 体量包括他的政治性的问题可能还是会有些影响的啊 总体来说阿里巴巴是比较弱的科技 或是中概股 1RJ这个我们很早推荐了就很早推荐了巴西的航空公司啊 这个你现在要追吗 也可以短线追啊 短线追 我觉得还有空间 估值上还有空间 Mortgage stock are good to buy now Mortgage stock CIM我就不太熟悉了 但是MITT我觉得是不错的 对吧 MITT我觉得是不错 小股票 小的Mortgage房地产 REITS Company 不错 这只我觉得可以考虑啊 Val 这是 这个是铁石矿 对吧 铁矿 最近铁矿我们看到铁 USD 稍微比其他金属弱点 但是也是不断在盘整 感觉是要走高突破这个圆弧了啊 那我觉得铁矿 淡水和股也可以来一点 对吧 我觉得前两天是很好的抄底的机会啊 台积电明显较弱 对吧我就跟阿里巴巴一样 整个大科技股来说的话 台积电阿里巴巴这两只比较弱 当然也可能跟中盖最近有点弱有点关系啊 两会之后开完之后感觉好像弱一点点啊 啊 这个 ROBOX我蛮喜欢这个IPO我觉得也估值不高啊 再观察几周吧 观察几天如果说能够 一直往下跌的话越低越好这种我觉得是可以接的啊 我觉得长远比较看好这个 公司的这个未来啊 我觉得蛮蛮赚钱蛮有前景的公司啊 啊 AAL像这种航空公司我个人都不做推荐 对吧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Jets的ETF 就很好的 对吧 啊 AP SPG 也是房地产 也是不错 这只也是持有吃分红的 当然我个人最喜欢并持有 Store Capital 这也是巴克特老人家的仓位 对吧 也是传统价值 商业地产 更多是那些商铺的地产 对吧 然后呢 也是随着经济开放恢复起来 而且也有比较高的分红 也是巴菲特的持股 也是巴菲特的持股 英跳也是很好的价值 股票没毛病可以持有 但是要布局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上车机会啊 我觉得考考最近是不错的一个 布局的一个机会 从高位回调下来也不错了 5G的半导体 我觉得比台积电啊 可能各方面的一些股票来说 可能更有未来的前景啊 当然不说不看好台积电对吧 只是台积电可能体量太大了 当然高位回调也没回调太多 最近显得弱一点点啊 我觉得考考的话可能会更有张力一些 对吧可能会更有张力一些 波音每天每月 每周都在接订单 请问还一直在大涨吗 波音我觉得他还是能够往上走的 带动整个传统价值板块往上走 除非传统价值出现明确的转向 要不然我觉得波音还是会继续领头的 因为波音就是价值的代表 就是价值的代表 传统价值的代表 航空航天 尤其是这些受益倾向比较大的航空公司 跟他有很大的联动 OSTK 这就比较妖 我觉得就不做建议了 DDD也暂时不抄底 也暂时不抄底 显得比较弱 Porty Home 房地产类的不错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long call的行为 当然如果说有更好的回调 当然就更好了 像这些股票我觉得回踩都是很好上车的机会 对吧 可以重点关注 如果市场 整体市场出现一些回落的话 冲高回落或健康的回调是可以介入的 BigCommerce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 还需要时间 我觉得像这支股票如果要起来的话 必须要强烈的异动 TTCF Tatoon Chief 这支我觉得估值比较高 这支估值比较高 另外还有 IW IP WR 这个是Ideal Power 这个又是干什么的 又看着像是新能源的感觉 Ideal Power 看一下 这个图形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 很稳的 稳扎稳打的 涨一波 盘一波 涨一波拉一波 看看这个是做新能源的吧 看这个名字就得像是新能源的 看这公司怎么样 是炒作还是说 有实质真材实料的 这公司是Electro Component 可能更多是做电池的了是吧 没有什么营收也不赚钱 那就算了 这个公司我觉得更多是炒作吧 是不是有些技术上的东西 很强还是怎么样啊 感觉这个公司没什么营收 也不赚钱而且是亏钱的公司啊 拉高增发的可能性 要小心 这个就不要追了 如果已经涨很多的话就不要去追了 已经从两三块钱起来的了 AA很好的公司 这个也是卖飞了 也是卖飞了 那就让他飞吧 不管他了 Platia 24块钱以下 我觉得是不错的价位 ARKK 现在可以开始定投吗 可以 长期的话 ARKK是可以定投 因为ARKK最大的仓位就是特斯拉 对吧 特斯拉最近我们也抄底了 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特斯拉 喜欢ARKK里面的重要的成分组成 ARKKETF 你可以看ARKK里面的ETF 它的权重是什么 或者每天它的操作是什么 其实你都能看得到 在它的官网上都能看得到 目前它的权重比较大的是特斯拉 SQUARE 也是我最喜欢的两只股票 RUK可能一般般 TDOT可能一般般 对吧 ZERO一般般 百度还不错 对吧 ZOOM Shortify 可能估值也都比较高 我觉得 我就觉得SQ跟特斯拉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个 而且SQ跟特斯拉我们也都抄底了 也都抄底了 如果说你认同它的前面的一些 比较高权重的 抄底的 这个 这个 权重的这个股票的话 我觉得你是可以 考虑定投 ARKK的 当然后面一些比重比较小的 可以忽略不计对吧 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前面比重比较大的 前面20 或前面30 这个可能比重比较大的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你认同这些选股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定投 ARKK 这种大回调的时候不定投 那什么时候定投 难道等它涨到高位的时候定投吗 那肯定是要等它健康回调在低位的时候定投了 对吧 好 感谢大家的问题啊 也是刚好到了这个 马上开盘了 已经9点半 这边 同学刚刚补充了一下 说是 IPO CPNG 我看一下 如果是IPO的话 辛苦 怪不得我刚刚没看到有任何的数据 看看这个IPO IPO的话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seekingalpha 这位 叫Donovan的兄弟 Donovan兄弟发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看 C P NG Donovan兄弟的评级 思路 我是非常 觉得很有意思的啊 这个是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IPO 3.4个bit 他给了一个neutral的评级 给了一个neutral的评级 这个是 在South Korea with e-commerce buying and selling register 有点像这个 South Korea的 南韩的这个 这个Amazon Amazon 阿里巴巴这样的意思了 是吧 感觉这个公司 看看这个公司赚不赚钱 这公司目前是营销 这个开销比较大 用这个钱去砸钱 砸钱出来去换得营收上的成长性 营收成长性还不错 这公司目前是 有一定赚钱能力的 Growth Margin 也还好 没有 Operation profit Net income 目前是亏钱的 但亏钱是在放小 Positive cash flow OK 这公司好像目前 Dollar兄弟给的评级是偏中立的 说明这个估值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油水跟空间 对吧 估值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油水跟空间 目前我也没看到这个公司有特别好的 这个能力呀 我感觉这个公司 首先 像Dollar兄弟列出这个表 都是IPO S1文件里面非常重要的 可以简单看到目前公司的财务情况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公司的Total Revenue 是在不断增长的 但是公司是在 牺牲 利润的情况下 就是不断的在通过什么 这个不好意思 看错了 他的这个Expense在降少的 那就是好事 看错了 他的Expense原来可能是可能是这个赚100块钱需要花26块钱27块钱对吧 现在赚100块钱只需要花21块钱就是好事啊 说明他的这个 这个运营的成本是在 下降 Expense的下降这个是好事 说明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吧 另外他的营收也是接近翻倍式的增长 然后Growth Profit Growth Margin也是有些微的提升 Operation Profit Net Income Cash Flow from Operation 原来是Negative Clash Flow现在是有Cash Flow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 成长性很强增长性很强然后呢 同时竞争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赚钱能力也在不断体现出来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兄弟给了一个neutral的评级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我觉得这位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但我觉得这个公司 就我刚刚看这个数据而言 我就如果说你有打新的机会啊当然可能已经错过了 对吧如果你有打新股的机会我好建议是打新股但如果说 没有打新股的机会的话 看看开盘开在什么位置啊 如果说他定价 我看他定价是在哪里的 只要不要太高吧 定价应该是 It's above its IPO range 那可能有点高了 他如果说定价是在他的这个现在定价的附近的话 3035块钱啊 原来是35块钱 然后是 4.2 Billion Value the company 60Billion 那现在好像是高于他的35块钱 对吧 那他估值肯定是高于60个Billion甚至往更高的估值去的 原来是从20多块钱对吧到30多块钱 OK South Carrier的Amazon 那看他最终开的多少钱了我觉得40块钱以下可能 有短期的炒作机会对吧短期向上的炒作机会但如果说高开太多的话 那可能这个油水就没有了 那我们看很多这种热门的科技股啊 基本上开盘即是高点 像Dodash 开盘即是高点当然后面有没有炒作机会但是后面再说了对吧 包括Airbnb啊这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最近 很多同学可能 也慢慢的忘记的遗忘的对吧AI 这支股票对吧 也是 开盘 当时被砸下来之后有些机会上去然后现在就 回到低位了 所以我觉得IPO这个估值啊 可能都会比较的高然后呢 可能没有什么态度的油水啊尤其是通过这种传统 承销商上来的IPO 所以大家我觉得IPO 现在估值上来都比较高 不如等一等 不如等一等 而不像说之前可能有很好的机会像普拉铁啊 这种直接Direct Listing上市的 当时就没有被承销商机构打得太高的价格啊 或通过反向收购上市的SPAC 当然SPAC的话呢 可能背后有很多猫腻也要特别的去选择 某些SPAC SPAC上市的话很多都是10块钱的现金价对吧 有些被炒作起来 有些如果还在10块钱有很好前景的 那说不定有很好的炒作工件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传统IPO跟非传统NPO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目前我觉得传统IPO 上市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油水了 但是非传统上市的IPO 还是有不错的 一些可能投机的机会或价值投机的机会 好 那 这周的公开课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周二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再跟大家再会 那具体的这个关于公开课的一些日程通知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first trade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得到 公开课来到首页近期活动这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接下来的 16号17 18 对吧 还有接下来两周整个三月份 还有两周会继续跟大家见面 继续跟大家见面 然后总共还有六期的公开课 周二到周四 每周的周二到周四 好 那这边我们先这样子了 祝大家有一个 愉快的交易日 以及 轻松的周末 休息完之后 我们下周二再见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的话 可以 多达 first trade的客服专线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 直接电邮 first trade的邮件 这边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 横杠1985 可以扫码关注 服务华人30多年的老牌券商 真正意义的美容券商 我们 下周二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我们再见 until next time trick green and stay powerful 我这边我的微信留下来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后续再进行探讨 拜拜 by bwd6